各位路人嘉一秉丁大家好 这一集我们来谈二维平面向量空间 还有使用卡式坐标系描述向量 描述向量有非常多种方法 那我们使用卡式坐标系的原因是因为 它与现实世界容易结合 那卡式坐标系其实是由 两个单位向量彼此正交构成 我们在定义卡式坐标系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你可以想见它可以任意的旋转 还有改变它的圆点位置 这些不同的坐标系 虽然表达出来的向量形式不一样 但是其实都是讲同样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蓝色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向量 它的大小就是这个箭头的长度 那它的方向就是这个箭头的指向 那在符号法我们可以将它表示成这样子 也就是向量是由大小和方向组合而成 那现在我们定义了一个卡式坐标系 那它的单位向量是i和j彼此正交 那我故意画得歪歪的就是其实这是我随便画的 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使用这个卡式坐标系去描述这个向量呢 如何使用i和j这个单位向量去描述这个向量呢 好那我们首先还记得上一集讲到 向量可以自由的分解和组合 只要头和尾互相连接就可以 那我们现在就故意的把这个蓝色向量分解成两个向量 第一个向量它是平行于这个i向量 那第二个向量它是平行于j向量 于是我们就可以写出v等于vi加vj 这个是向量的分解和结合率告诉我们的 那马上的问题就是vi的大小和方向是什么呢 那vi的大小其实就是加绝对值 一般的书会告诉你就是vi在i轴上面的投影量 那它的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i轴的单位向量 同理可证vj也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于是我们就透过了向量的分解 分别用i和j去表达了这个蓝色的向量 那这样一个形式我们可以再写成另外一种形式 也就是把存量的部分集中在一个中括号里面 那并把坐标系的符号写在右下角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现在我们再来考虑另外两种特殊的坐标系 我们知道卡式坐标系它去旋转的时候 这些存量也都会改变 也就是因为卡式坐标系有无限多种的定义方式 所以一个向量其实它能够表达的方式也有无限多种 那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往往必须凭经验去选择最适合计算的一种 那这边我请大家再注意一下这里的一个90度 第一个例子的90度 其实我们透过今天的讲解知道 其实来源是在于卡式坐标系本身的90度 那当我们在设定这个卡式坐标系的时候 往往会把重力的方向定在J方向 那I方向就自然成为平行于地面的方向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先放在心里 好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拜拜